教我數位邏輯從最基本來說 數位邏輯是什麼 數位邏輯最基本喔 好我教你 來來來 數位邏輯最基本課程 先認識這個GATE 邏輯閘 完了我已經忘了邏輯閘了 這個這個 後面是刮鬍的這個 這個 這個後面是刮鬍的這個 叫做ORGATE ORGATE ORGATE叫做 反正就叫ORGATE 然後前面有個圈圈的 這個叫做NOT 所以就是這個叫做OR 然後這個叫NOT 好像是吧 是吧 這個是反雜嘛 AB嘛 然後是A加B 這個A加B 就是AORB 就是兩個輸入是AB嘛 然後這是OR雜嘛 所以是AORB 然後這前面有個圈圈 所以它是AORB 然後NOT OK 然後平的是這個 這個 啊這個平的 後面是平的 屁股是平的 這個叫AND 所以呢 這個是A&B嘛 所以它的算式就是A 然後一個信號 B 就是A&B 前面有個頭 就是NOT 它這個怎麼沒有 喔它這個是下面這張是不是 像這一個就是簡單的邏輯預算嘛 就是X X就是輸出嘛 輸出等於這個A&B C&D 所以這條輸出就叫A&B 然後這條輸出叫做C&D 然後這兩條加起來就是 因為這是OR嘛 所以它是A&B ORC&D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啦 這上完了記得附險啊 我他媽怎麼知道數位邏輯在上什麼屌啦 啊數位邏輯就是先認識雜碼 然後接著就是運算方式嘛 對不對 有什麼那個叫什麼啊卡什麼 卡內機是不是 還有看我是忘記了 我忘了我忘了 反正 啊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一個那個B B 然後可以拆解啊 反正後面就是跟帥數學一樣嘛 反正就是你要最簡化那個式子嘛 啊你可能有10個輸入嘛對不對 你可能 一個題目給你是10個輸入嘛 你要先把這些輸入畫成最簡式嘛 然後再配成 再配成那個剛剛那個圖嘛 然後接線嘛 就這樣子嘛 就是你要用最 數位邏輯的意思就是你要用最少的 你要畫到最簡式 然後再 再 再 把它放到那個 電路板上面嘛 還是要電路板嗎 我會忘了 反正 數位邏輯為止修了一次而已 他的終極目標就是 你的 你的那個 電路板要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嗎 媽的就練習簡化而已 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工作出來 就有工作做了 他媽你去念一下好不好 還叫我教你耶 教你媽毛啊 都可以叫我pipeline嗎 pipeline我不會 我的技主是0分 看到那些技主我頭就大 可以叫你包地學一下數位邏輯 不是 幹你們都不念本科系的 然後這邊講屁話 念數位邏輯 邏輯不會比較好好不好 邏輯比較好的叫做基礎邏輯 那個是在數學那塊 跟數位邏輯是 不是 數位邏輯就是 數位邏輯就只是板子上的邏輯 就是你要想辦法 把很複雜的柿子 畫成最簡單 然後節省你的板子的空間 就這樣子 這叫數位邏輯 這個跟現實上邏輯是沒有關係的 現實上的邏輯叫做這個 現實上的邏輯叫做這個 基礎邏輯 OK 叫做基礎邏輯 唉 唉 你們都不念書 拜託我都離開學校十幾 快十年了 不要不念書好不好啊 可以叫我反而是微分嗎 沒有 志工不學 為積分的好不好 志工只有大一 叫做基 欸 基礎為積分 OK 所以為什麼志工很多人念 然後志工很好跨考 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他的東西 其實跟文組差不多 你知道 你就要一個音樂系的 你來背一背 除了數學那一方面可能 比較有障礙以外 你像技主啊 就是全部都是背的啊 演算法 全部都是背的啊 我說以考試來說 可以叫我有機化學 志工不學化學好不好 你先去看一下台大志工課表 有沒有化學 媽的有機化學 我怎麼知道什麼鬼東西啦 處男教學 唉 處男也是 不是 處男要怎麼破處 啊就是你先學好 才有辦法破處啊 啊你第一次處男 對不對 你處男你又不看APM 不學 啊你的對手是處女 他也不看也不學 啊你們兩個要幹嘛 在賓館交流是不是 欸欸欸欸 欸欸 我不會欸 欸我也不會欸 但是要準備好嘛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你沒有聽過這句話 你先學會怎麼弄 對不對 上網看一些文章 對不對 啊有些人說什麼 啊第一次啊很不舒服啊 對不對 啊像那種什麼西斯版 就會教你啊 下面就有人回啊 說啊第一次怎樣 然後先把對面弄 對方就前戲要做足 把對面弄屍 對不對 啊他就教你怎麼弄屍 才不會給女方帶來不快樂 出體驗嘛 對不對 受不了你幹 你們都 喜歡問一些屁話 現在這個年代 Google這麼發達 你看 啊我教你 我教你好不好 我教你好不好 我教各位最快的方式 數位邏輯不會 就打數位邏輯 對不對 就有人會教你了 弄屍不會 我們就打 弄屍 女生 OK 沒有就教你了嗎 愛愛死總是不夠屍 這些方法讓你成為什麼 什麼 啊你第一篇不是 你就第二篇嘛 我為什麼不能讓他屍答答 你去看嘛 奇怪一直問 你媽的咧 你是不是現代人啊 Google這麼好用不會用 上學遇到我什麼困難 論文寫不出來 先Google再說嘛 功課什麼呢 Google嘛 搞不好有人做過一樣的 CopyPass貼上教練老師 三秒鐘就解決你一個功課 這你都不會 你還好是說現代人 別再看時光了 先去學一學 怎麼用Google好不好